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莫晴 今天呢,给大家讲解的是阿卡利的基础课程 阿卡利这个英雄呢,是一个爆发很高 就是单人刺杀能力超强的一个英雄 并且他呢,有四段位移 总共有四段位移 而且有一个隐身 并且这个隐身的话,不管是真眼或者是卡牌的大招 或者是瞎子的Q的技能 都无法探测到他的真神 就是说没人就是在他隐身的情况下 能对他,就是能A他或者什么的 对他造成伤害 这个英雄是一个很秀的一个刺客性英雄 所以说呢,想要玩好这个英雄 需要把细节做到就是很到位 而细节做得很好 才可以玩得很厉害 才可以玩得很秀 然后呢,我们进入正题 先给大家讲一下阿卡利这个英雄的符文 然后我们切换过来 符文 主细点主宰里边的电型 我们主要天赋 选择电型增加爆发伤害 然后是猛然冲击 增加自己的穿透能力 阿卡利他有多段位移 所以的话 是很容易触发猛然冲击的 增加自己的双船 并且他的W也可以触发 因为他的W有加速能力 然后是幽灵破罗 增加伤害与视野 这个呢,是开局我们要给破罗放在哪里呢 比如说敌方打野是赵信 是青刚影这种二级 就是开局拿红二级抓中的英雄 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破罗放到 我们中路附近的河道草里边 然后他来抓我们中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并且呢,这个破罗 你放在敌方野区 中后期放在敌方野区的话 可以给我们增加 增加攻击力 增加法强 然后最后有个中级猎人 减少大招CD 阿卡利这个英雄呢 比较吃大招 他有大招基本上 抓到人了就 那个人很难活下来 很难活下来 然后负气 负气的话 我们选择坚决 因为阿卡利这个英雄 线上手比较短 线上手比较短 很容易就是被A啊 被就是被人家打到 被人家消耗 所以的话 我们负气点坚决里边的 骇骨度层 增加自己的坦度 然后就是复苏 复苏的话 是增加自己的回复能力 阿卡利他本身 他的Q技能有回血能力 并且他是先出科技枪的 科技枪本身也有 吸血的这个能力 所以的话 我们点复苏 再配合我们的符文和技能 使我们的回复能力更强 小符文这里选择 两个适应之力 选择两个适应之力 就这什么是适应之力呢 适应之力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出的是AD装备 那么他就会给你加成攻击力 那么你出的是法强 他就会把这个适应之力 给你加到法强里边 然后最后一个选择成长生命值 但是这里有需要注意的啊 面对中单卢西安 面对潘森这种英雄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适应之力 再选择一个护甲和一个生命值 这样的话 我们前期的抗压能力将会更强 打这种英雄呢 基本上就是前期不要被耗太多血 等我们三级以后 我们就会很好打 我们等级起来之后就会很好打 然后呢 再说一下啊 再说一下这个 呃 复系的话 当你玩这个英雄比较熟悉以后 你线上不会被频繁的消耗 就说我们距离拉得很好 那么复系我们可以换成 换成那个叫什么 叫什么来着 突然想不起来了 启迪 对启迪 启迪里面带什么呢 带一个鞋子 十分钟给鞋子 然后再带一个小兵去制器 有小兵去制器之后呢 我们线上的压力将会非常小 这个大家下去可以试一下 因为你有这个去制器之后 你就不会再为了去补哪一个兵 而被对手消耗很多血 或者是说你不敢靠前而被而把这个兵给漏掉 特别是炮车 阿卡利他的这个清兵能力是比较弱的 所以的话 我们有小兵去制器之后 前期更容易啊 度过自己的呃 打某些长手的一个劣势期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爆破 坚决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呃不带那个复苏 我们可以带爆破 特别是呃敌方的那个是支援性一种 比如说蓝刀 比如说卡牌这种 我们这种情况下带爆破会好很多很多 因为他去支援一波 我们用爆破呃吃一些肚层的钱 那么他可能支援两三次 我们就已经把他的这个一塔拿到了 并且吃很多镀金的钱 这样的发育啊 这样的发育会使你在整个队伍中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发育最好的 发育啊 好的阿卡利 那他碰到他 比如说他碰到对面ADC了 那么那个ADC基本上 他可能他很多时候他交闪 他再交个位移他都跑不掉 因为阿卡利的位移真的很多 还有W隐身加速 然后呢 我们如果可以很早的把敌方的这个塔给退掉 我们可以将自己从线上解放出来 给敌方其他路造成很大很大的危险 这是第一个爆破 还有第二个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爆破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 增加自己的推塔能力 加快游戏的节奏 就比如说敌方弄手 回去了 我们可以去打一下爆破的被动 吃一层镀金的钱回去 一个镀金相当于半个人头 还多十块钱 他去优手一波我们拿一次 趁着他去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我们可以拿两层或者三层 那真的是太赚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们一直在线上 还可以吃更多冰和经验 这样的话敌方 他的人去 去其他路支援两三波 他可能就会被我们压一两击 他怎么可能再打得过我们 好了 这个就是阿卡利的符文 然后第二个出装 出装顺序很重要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 出门装 出门装选择多兰顿加 附加一瓶药水 多兰顿的话 因为阿卡利这个英雄 他前期有回复能力 再配合多兰顿 使他的回复抗压能力更强 毕竟他是个短手英雄 所以的话多兰顿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这里的话又不多说了 第二个前提出装顺序 呃长剑加吸血鬼结杖 然后前长剑 然后和吸血鬼结杖 然后再是比尔吉国台弯刀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你前期如果出这个长 长剑的话 再配合吸血鬼结杖 你的攻击力会很高 这样的话你补的会很好补 你可以就是 比如说特别是塔刀这种 后排兵塔A一下 我们有长剑 有两把长剑以上才可以 或者是一个吸血鬼结杖 就可以一下把这个后排兵A死 然后呢是左轮枪 左轮枪就是推对棒的那个小剑那个枪 这个的话 如果你前扣 比如说一千 一千零五十 你身上只要有这个钱 要先出 钱够的话优先出 为什么优先出这个呢 你当然你身上钱不多 肯定出长剑或者吸血鬼结杖 但是你钱够做这个 一定要先做这个 因为这个的话爆发高 A一下人就会有额外伤害 并且会加法强 加法强代表了什么 代表我们的伤害 技能伤害更高 这样的话 我们 而且的话 Q技能 你法强高了 他回血也会更多一些 然后第三个 就是合出科技枪了 这个是核心装备 必须要出的 这俩就是比尔吉特弯刀和那个左轮枪 合出来的科技枪 有科技枪之后杀人留人能力将会更强 他的伤害本身就是不俗的 并且有减速 而且他的范围很远 你比如说你追人的时候 你追不到他 你用科技枪给他减个速 你就能追上他了 能打出我们的伤害了 然后是第四个 草鞋 如果你熟悉以后 点负气点起敌 那么我们有那个 系统送的鞋子 那就 你就不要 就不能做鞋子了 那之后的话 水银鞋是什么情况下做 敌方控制很多 比如说你打个瑞兹 打瑞兹这种英雄 他的W真的很烦 但是你有个水银鞋之后 他控不了你 多会儿 我们还可以继续杀他 他根本跑不掉 或者是说打冰女 这种 然后呢 就是敌方AP多 或者是控制多 做水鞋 敌方AD多 比较劣势的话 我们可以做布架鞋 否则的话 就是做法穿鞋 法穿鞋是 是他就是有了之后 伤害会很高 就是说我们优势的时候 或者敌方肉很多的情况下 做法穿鞋会很好用 然后这个是前期装备 然后是中期装备 中期装备 第一个 泯灭宝珠 这个泯灭宝珠是什么 是鬼叔的那个小件 泯灭宝珠 他为什么要先出呢 因为 他有一个穿透效果 并且还有加法强 撑血量 最重要的是 他这个穿透效果 真的很好用 1500块钱 然后呢 之后合不合鬼叔呢 要看敌方的 敌方回复的英雄多不多 比如吸血鬼 奶妈 落手 蒙多这种英雄 他回血的英雄比较多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鬼叔合出来 否则的话 你就不用着急合鬼叔 你做个明面保住之后 你觉得不好打 你可以先做杀戮 或者女药 或者法穿棒 或者帽子 然后第二个要说的 这些装备啊 都是选择性的 不是说中期装备选择 就是 把这里面五个就全出了 那样吧 我们要看情况 鬼叔是看这种情况下做 第二个是巫妖之祸 巫妖之祸 是你前期顺了 阿卡利这个 这种英雄 前期很容易拿出优势 他前期杀人真的很简单 你前期顺了的话 你可以不做鬼叔 直接做巫妖 大优势 关系却用 伤害很高 有巫妖之后 清兵啊 或者是推塔能力 也会强很多 使我们带节奏更快 滚血球更强 第三个 描表 沙漏 描表的话 这里肯定是保命用的 肯定是 你有600 可以先做 但是如果是 你比如说你打个结这种 蓝刀这种 你觉得不是很好打 那你就先做 那个探索者的互币 然后之后再合出来 沙漏 沙漏的话 就比如说烈士对线 AD刺客的情况下出 或者是敌方刺客很多 敌方就爆发型的刺客很多 敌方AD偏托 偏多 然后我们做杀戮 第四个 女妖 女妖的话 敌方强开先手 英雄较多 敌方控制较多 比如说石头这种英雄 又比如说像奥恩啊 这种 或者是牛头啊 这些 有个女妖之后 我们不会轻易的被对手控到 那么我们的这个 保命能力就会更强 然后呢 盾把敌方关键技能打了 我们杀人也会更简单一些 阿卡利这个英雄呢 他虽然位移多 并且有隐身 但是他很怕很怕被 人家先手控住 然后直接把你秒掉 然后让我们什么技能都交不出来 所以的话 我们要看情况来做女妖 然后第五个就是法船棒 法船棒的话 一般就是在前面四个装备 做完一件之后 做法船棒 为什么呢 因为 但是法船棒 它是坦克比较多的情况下 做 法船棒是一个选项 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帽子 就比如说我们做完顺风 对吧 做完巫妖之后 敌方肉磨炕也不是很多 那我们就可以不做法船棒 因为敌方没什么肉 做法船棒 我们做穿透的话 伤害其实它不是很爆炸 但是你做一个帽子 那可能就是你Q Q拉一个被动 A一下对手 就把他A死了 可以说你只用了一个技能 加一个平A就把人杀掉了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 不要小看 不要 不要觉得我就是夸张其词 他这个英雄真的是这样 然后我们说第四个 闲装选择 科技枪 然后二级鞋 二级鞋是不甲水银和法船 这三个看情况选择 然后是鬼叔或者是巫妖之祸 然后就是沙漏或者是女妖 然后帽子法船棒 我们的神装基本上就是这样 看情况来选择 看情况来做 然后装备的话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不懂的 你可以下去问我 然后我们说说第三个点 补刀 对了 我们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比如说但是杀戮这种东西 大家说一下 一定要提前开杀戮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反应稍微慢一步 你就已经被对手控制到 或者被对手给斩杀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开 不要总是舍不得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当时如果没有提前开杀戮 就已经被这个派克给斩掉了 这里是着重需要注意的 特别是意识比较差 或者是总爱省技能的同学 你如果总是省这个沙漏 省这个描表 那你可以说你总觉得这个用不上 你总觉得 哎呀 这波死了就死了 下边再用就攒下了 可能这波就开了不合适 但并不是这样 一定要提前开 你提前开完了之后 你的技能CD可能好了 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反杀掉对手 或者给队友足够的 拖延到足够多的输出时间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骗对手很多很重要的技能 就比如说这里 如果我们的描表 我们的杀戮没有把派克的那个大招给挡掉 那么他可能把我们的队友全都会斩掉 然后装备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讲补刀 第一个 对线长手英雄 三级前少打消耗 利用平A 衔接Q 技能补刀 这里我们说一下啊 打长手英雄 刚开始上线之后 不要一直A兵 不要站得很靠前 被A兵 也不要Q兵 他如果不推线 他只要不是像沙皇啊 像艾克啊 或者是兵女啊 他一直在QQ小兵 那么我们绝对不要一直去A兵 一直去Q兵 因为那样的话 你的兵线会 呃 比较难以处理 而且的话 你很有可能把兵线给推过去 我们这种短手英雄 你把兵线推过去 那你补刀将会很难 没有吧 而且的话 你还很容易被抓 而且你还不好杀对手 大家记着 我们打长手 一定要就是前期 呃 为了我们更好的补刀 为了我们之后能杀掉对手 兵线一定是稍微靠我们这一边的 第二个 呃 我刚才说的这个啊 是对线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你如果玩这个英雄有什么问题 那对线有什么问题 打长手的时候 那你绝对是从刚开始这一步 一定没有做好 才会出现问题 然后我们说第二个 面对短手英雄有机会优先打消耗 机会不好时补刀为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比如说 我们打个南刀啊 艾克这种英雄 杰这种英雄 他是个短手 他上来肯定会上来A兵 然后我们找机会啊 呃 先不要就是直接硬上去跟人家打 人家有技能的话 我们不要硬上去 然后就是保持一点距离 在他上来补刀的时候 我们再Q他 然后拉被动再A他 我们的伤害是很高的 他如果敢跟我们打 那他换血绝对会巨亏 但是我们也要稍微躲着 人家的技能 你不要就是比如说打个南刀这种 人家W在 你非要上去跟人家打 人家放个W两段圈挂中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也会亏 但是这种英雄呢 他的技能又很好躲 大家明白吧 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躲技能 然后呢 在他补刀的时候 再Q拉被动 再A他消耗他 然后第二个 然后呢 就是机会不好时补刀为主 就对面很猥琐 比如说杰这种 他会怎么样呢 杰会玩的杰 特别是大神杰 就是段位比较高的这种杰 他前期他不跟你打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换血绝很亏 他会跟你距离拉得很远 你根本Q不到他 然后他会一直用Q来补刀 或者是用Q来消耗你 这种情况下 你就不要再一直想着冲上去 扛着兵线Q他 再A他跟他打 这样我们会亏的 因为前期扛兵是扛不住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要推兵线 就补刀 就一下一下认真补刀 补好每一个刀 然后呢 他去短手 他总有上来的时候 我们再找机会去 Q拉被动A他来打伤害 第三个 兵线较多时不打消耗 先持兵线 再找机会 这里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有些就是玩阿卡利这种英雄 爆发很高 但是很多同学 就会总想着杀人 哪怕很多兵线 还想着跟对面打 其实兵线多 我们是很吃亏的 我们会扛很多兵 而且的话 对方利用小兵的话 比如说进行位移 比如说雅索这种 又或者是 斩那个旋风 我们会很吃亏 所以像兵多的时候 先跟对面拉开距离 他上来要强行跟我们打 我们就后撤 等他自己冲上来 我们再跟他打 是绝对不会亏的 但是他不上来的话 我们就补刀 不要总想跟人家上去打 特别是兵多的时候 万一我们没打过 我们残了 那么你之后 你这些兵想要吃 将会非常困难 对吧 你参选人家肯定想杀你啊 而且兵还多 我们之后的话 就没法补刀了 你补刀的话 你会死 对吧 那你不补刀 你肯定丢很多兵 退一万不讲 万一我们死了 那不是炸了吗 有很多兵没吃到 人家退到塔下 吃我们很多塔钱 堵层的钱 我们还丢很多兵 前期兑现是不是就崩了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 然后第四个 塔刀利用AQQAAE 衔接计算 保证尽量少漏刀 阿卡丽这个人形容 还是很好补刀的 因为他的Q的CD很短 状态就要差时 放弃补刀或者回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塔刀 就比如说这里 像这里 比有很多的情况下 根本不要跟对手打 不要跟卡达丁打 我们先补刀 他Q一下 无伤大眼 没事 这个Q可以让他Q 但是千万不要想上去跟他打 然后我们这里继续补刀 利用Q 利用平A 利用AQAE 等把我们的刀补好 像这种 有些兵提前没有进来 我们提前把它补掉 我们这里除了吸血鬼结账 后排兵A一下 我们A一下 也可以把兵给收掉 这个是基础的补兵 因为我们是第一节课 所以的话我们不用讲很多 之后的话 对线课什么的 会讲很多很多 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说第四个点 前期视野 第一 开局在上路河道草里 释放一个幽灵破罗 这个我们讲过 使我们就是比如说青钢影 招心这种 他二级就来抓你 但我们有个破罗 他就很难抓死我们 而且注意往敌方 红buff 红buff那边的河道草里放 放哪个草里呢 我们这里切过来看一下 就比如说 敌方的红在上野区 对吧 那么我们就把破罗放在这个 河道中间 鼠标指针指的这里 他有一坨小草 放到这里就可以 这样我们前期兑线 他不会直接就是印上来 打你打你很多血 或者把你杀掉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推线后要第一时间做视野 尽量把眼睛插到河道路口 就是说你对线的时候 你如果把线推过去了 要尽量做一下视野 然后第三个 对线比较胶着的情况下 把眼睛插到河道草丛里 就是我们中路跟前的河道草里 因为你对线战况要紧 所以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走很远的位置 插到敌方野区路口那些地方 然后第四个 前期真远 真远根据敌方英雄 决定插放位置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第五个 九级换蓝色视频 远造改建 远建改造 为什么呢 因为阿卡丽这个英雄 我们之前说过 他很容易被秒 被开被秒 所以的话 他如果就是你 就是自己亲身过去去插眼 很有可能被人家蹲到空主 一掏给秒掉 所以呢 我们换眼镜搞造 方便我们之后单带啊 或者是抓单 或者是对面去打龙 我们可以看视野探视野用 这个比扫描视频都好用 之前 然后敌方隐身英雄 过多的情况下换扫描 比如说小丑 又比如说提莫这种 又比如说像 呃 蓝刀这种 但是蓝刀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注意 他那个隐身 主要还是针对 你隐身比较 又比如说老鼠 对老鼠这种 你有隐身之后 你抓他 他根本跑不掉 你有这个扫描之后 说错了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一下这个前期视野 我们先飞到这里 对 就比如说敌方 他的这个 红在上面 那么赵姓 青刚影这种英雄 他只要会玩的 他都会红开 然后抓中 或者是抓上路 甚至是抓我们家打椅 那我们有这个破罗之后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顾及得到 但是上路可能是有点顾及不到 但是他万一从这里走 他这中路没机会 他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前期 让这种英雄节奏起不来的一个很关键的视野位置 然后之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是破罗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说的是核桃草和核桃路口的视野的位置 先把这个冰先清一下 然后就拿这个冰线 不 刚才说到这个核桃路口的位置了 就比如说你就是线上不是很紧张 不是很战况 不是很胶着 我们是需要把视野做远一些 放到这个路口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然后呢 再拿这个冰线来说 就是说当你这个冰线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补刀啊 或者什么 但是你线推过去了 你要强杀对面 或者是要压制对面补刀 补塔到 那么战况我们比较胶着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视野 或者是破罗 放到核桃草这个位置 上路或者放到上面草 或者是下面草 要看敌方哪里的位置 就比如说他之前在上野区乐过面 那我们肯定是插上面 对吧 又或者是说他在下面乐过面 那我们就插下面 不确定的话 那我们就是 你就比如说我们这里有破罗 那么我们就可以插下面 这样的话上下都有位置 又或者是说我们破罗之前被吓跑了 没有了 那你就只能比如说你插到下面 那你对线的时候就要贴着下面一点 这样的话敌方从上面过来 我们看到之后可以从下面走 那么我们贴着下面 敌方从下面过来 我们的视野可以早早看到 我们可以往塔里走 或者是往上面走 然后这里的话再说一下 如果你要插 就是怎么说呢 敌方是卡牌正人英雄 南刀正人英雄 像卡牌正人英雄 他要抓下的话 他会从这个位置走过来 为什么 这个小刀 他走过来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他可以直接飞到下面 所以的话 我们打这种英雄 卡牌南刀 这种 你可以给这里插个眼 这样他要飞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又或者是说 他的蓝buff快刷 他要拿蓝 我们这里有眼 可以知道他的动向 这就是之前说的 敌方他从这里露面了 那么我们从下面走 我们可以一个有所应对 然后下一个 就是前期的真眼 前期真眼我们说一下 真眼的话 敌方 敌方是卡牌 南刀这种 他经常这样的英雄 我们插到这里 插到敌方的野区视野 这里的话是一个模仿的 然后 这个真眼还有什么用 就比如说 这个真眼在我方 这个真眼在我方 或者是 在我方就是防守眼了 在敌方 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这里有真眼 我们确定 我们从敌方这边绕过来 抓对手 确定这里 没有敌方的视野看到我们 那么我们在去抓的时候 就会简单很多了 我们就很容易绕后 是这个意思 然后 怕敌方三脚草有眼 那么怎么办 我们从真眼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墙 这个位置 然后一个翼翻到这边 墙到这一边 然后在这走过来 等对手发现我们的时候 我们已经绕后了 他们就很难跑掉 这是一个位置 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像这种 我们就是野区 野区不是很好打的时候 我们野区很容易 就我们家打野比较弱势 你可以插这里 插这里 因为我们野区弱势的话 敌方可以很轻松的 入侵我们的野区 或者是河道 拿河道线等 或者是敌方中单 就是去抓我们家的队友 我们真眼插这里 也可以看到挺多东西 但是像卡牌这种的话 最好还是 还是有个假眼 在上面比较好 然后进攻防守眼 这里说一下 像这个就是进攻眼 而且的话 是我们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你别烈士插这里 烈士插这里 你只能就是看到对面的位置 但是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优势进攻的话 你把眼睛插这里 敌方中路 他要去野区 敌方打野在野区附近路过 我们都会有所行动 比如说去 螳螂捕蝉 他去抓我们家下 我们跟过去 来个收割 或者是敌方打野 他要去拿篮 中单要去拿篮 我们看到之后 他去拿三郎 我们都可以过来 把他给杀掉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杀人的时候 要 就是兵线推过去的时候 我们需要给F6这里插一个眼 因为你插一个之后 敌方想要从这里过来干 或者特别是瞎子 青光影这种 直接翻墙 要过来杀你的那种 那你给这里插个眼 然后在这附近去压对手 压在敌方躺下的对手 或者是杀他 我们的安全保证会好 很会高很多 而且的话 如果你这里插了个真眼 两边手为呼应 我们的安全系数会更高 而且我们优势的话 敌方去刷F6什么的 我们看到了 只要我们没什么事 都可以过去杀他一波 埋伏一波 像这个就是防守眼 这个的话 一般不要插敌方的草里 这个是我们的防守眼 因为可能就是敌方经常入侵 你插这个草里的话 人家很容易就发现了 排掉了 但你插这里的话 他想要来这里排眼的话 我们在墙上面 可以配合队友 或者是怎么样 来抓他一波 把他杀掉 而且这里的话 也算是一个路口 看到东西肯定没有这里多 但是视野会存在时间更久一些 好 这个就是前期视野 然后 第五个 第五个知识点 标记信号 标记信号指令 第一呢 队友需要支援时 要第一时间给队友打信号 打协助我的信号 第二个 去线上干壳时 或者支援打野时 先给队友打正在路上的信号 第三要击杀目标时 给队友标记攻击的信号 第四 危险或者是不能去支援时 给队友标记 危险 或者是撤离的信号 比如说这波团不能打 哎 就你 我们就要回去了 要撤了 没状态了 给队友标记 跟危险的 撤退的信号 然后第五个 某处有敌方视野 是要给队友标记 此处有视野的信号 这个需要专门设置一下 等会儿会给大家讲 第六个 召唤师技能 信号按out键标记 我们看一下素材 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你们看 我们这个 就比如说 敌方的中和敌方的打野 两个假人 要过来抓我们 这种情况下 我们家打野在 在河道附近 那我们就需要给队友打 请求支援 协助我的信号 这样的话 他可能在打河蟹 他没看地图 但是我们打信号 特别是信号声音也是有的 他看见之后 他会第一时间过来 我们就可以散沙 或者是队友帮助我们逃生 然后第二个 这个像这个 就比如说 我们要从中路抓敌方的下路 那我们应该打什么标记 我们正在路上的时候 就打正在路上的信号 对吧 正在路上 给队友提醒一下 让队友准备好 准备好技能 让队友留技能 或者是让队友稍微后撤一下 把线给放过来 让队友再靠前一点 这个的话 你经常打 你就会发现 你的干客成功率会高很多 然后等到了之后 等我们到了 我们等一下 机会可能不会很好 那我们就先不打信号了 先等一会 感觉可以了 对面他靠前了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打攻击信号 告诉队友可以上了 队友指导之后 他就会上去交际了 我们再跟队友一起上 就可以把队友杀掉 但是像这里 敌方有四个人 对吧 敌方人很多 像这种 我们只有一个队友和我们自己一个 打不了 那就打什么 小心行事 危险的信号 或者是撤离的信号 打不了 就给队友说打不了 给你撤了吧 不要像这种还强行上去打 那不崩了吗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 我们就是在中路兑现 对着对着 敌方突然不见了 那可能去支援了 那我们就打 对吧 问号 队友不见了 有些同学就会说 我的牙锁只要易得快 队友的问号就跟不上我 像这种的话 只是开个玩笑 像这几个技能键 大家就是按V键 或者是out键 都可以显示出来 然后呢 就是 此处有眼 此处有视野标记信号 我们看怎么设置 热键里边 然后往下边拉 点到这个交流上面 然后把这个加号点开 再往下面拉 这里有个该去有眼标记 我们把它这个设置出来 用一个你顺手的键 不是经常用的键 就比如说 我们把它设置成空格 或者是G键 G键的话 它其实是攻击信号 它其实是攻击键 还可以设置成其他 但是我们这里知道一下就行了 就比如说 看到敌方给这里插眼了 我们家打野要过来抓 我们先给他标记一下 这里有眼 让他不要过来 让他绕一下 这样的话 他知道以后 他从这后面绕 就可以绕过视野来抓死对手 然后技能信号标记 这里我们说一下 就比如说这里 敌方的乌迪尔刚把大招交了 乌迪尔他大招就不说了 就比如说像冰女 石头人 他把大招交的 我们就要给队友打信号 就是把table键 按开 就是table键 然后在他这里 在他这里 对 这里 然后左键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对就知道他没有R了 就比如说这里我们的技能 对吧 像技能想要怎么给队友说 按住out键 然后左加点 对对手就会 队友就会知道了 然后我们有没有闪 对手有没有闪 我们table键还是按左键 就不用按out了 像召唤师技能 直接table 按左键 然后自己的技能 我们就要按住out键 比如说我们没有大招 我们没有Q 或者是我们的Q准备好了 或者是你玩个石头 你大招好了 都是按在自己的技能键 那样 都是按out键 或者是对手 他出了秒表 对吧 我们都可以显示出来 展示出来 或者是说我们的大招 cd了 然后跟队友标记一下 他知道你没大 那么他这波就不强行干客了 就不会出事了 然后我们把素材 再放吧 好 这里放完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阿卡丽的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比较新手的同学 就是多熟悉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然后明天的话 第二节课 第二节课会讲 阿卡丽的技能解析 及应用技巧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你哪怕你玩阿卡丽 你玩的比较多 也要来看看 因为阿卡丽 他的连招 技能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 就是很容易 就是犯的错误 这些你看看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了 好了 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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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